我們現在位置是在中山區復旦路的復興隧道 那因為這兩天的豪雨的關係 讓昨天晚上發生探訪的新聞 那今天特別跟我們議員還有領長 還有相關的單位就來會看 那我們剛才已經協調好 就行港公司三天內先把相關這個 影響道路通行的部分先給予排除 那至於後期因為它是從省河山上滑落下來的 這涉及到邊坡穩定的部分 那我再請市政府的産發處確認屠地所有權能是誰 那之後我們再來邀請屠地所有權能 就過去的整體的維養的部分 來做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 那我們希望這樣子能夠保障行人的出入安全 也能夠一併的把它處理完 這件事情我想說市政府産發處 因為它是屬於水土保持的 所以它應該要出來協調看是哪個單位 譬如說像因為地主是國產署 那國產署就必須要開這個窗口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必須要 航港局啦港務局啦 還有就是國產署這三個單位就必須要 大家協調看是誰要去動工去把它修復回去 昨天晚上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復興隧道前有發生落實的現象 那也感謝我們蔡司英委員 然後還有各單位都有立即來到這邊協助處理 但我們現在看到落實依舊還是保持現況 而且再晚一點的話也會再下大雨 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 全責單位必須趕快緊急來去搶修 避免要是有發生任何傷亡的話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憾事啦 大家都不樂見 所以我們一定要麻煩蔡司英委員 還有各單位趕快來去處理這件事 以保護民眾的安全為最首要的 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正在命懸一線 我希望各單位希望能夠有一個 相當於一個邊坡的管制機制 以及防災的機制 以及救災的機制 一起把它做好 不要因為所有的公務人員 互推啤酒造成民眾的生命安全 也造成民眾的恐慌 那我想目前最重要最重要的 還是在這個邊坡上面呢 有一戶人家裡面住了六個人 雖然他們是非法戰用戶 但是對於他們來講 目前這個房子是無法再居住了 那未來他們的安置 以及他們的下一步呢 目前是我們市政府 以及我們幾個緊急處理的單位 現在在協助他們緊急處置 記者黃日生 紀詠報道